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不是真爱 是她这三点就知道了 张爱玲说 恋爱之所以美好 是因为把麻烦留给了婚姻 如果说恋爱的背景音乐是浪漫的 那么婚姻的音乐就是严肃的 嫁给什么样的人 对女人的后半生有着很深远的影响 虽然恋爱和婚姻都可以重拦 但付出的代价各有不同 所以 女人在决定走进婚姻前一定要保持清醒 感情眼前的男人是否值得你托付终生 不是所有在乎你的男人都很爱你 在乎这三样东西的男人对你不是真心的 趁早看清 一 在乎你的感情经历 不少有些男人都有绰女情节 这种想法不仅是生理上的 在精神上 也就是对爱人的感情经历也有着严苛的要求 本来这是个人习惯 没什么好批评的 但有些人 自己的感情经历丰富多彩 对待伴侣时 却要求对方纯洁无暇 谈过三四次恋爱 就变成了不知前定的女人 嘴上说自己有感情洁癖 心里却把你当成一件商品 在买与不买中估算价值 反复计较 苏珍说 一段恋情 若到了斤斤计较一点利益的时候 也真是一点意思也无的时候 感情不是一件一蹴而就的事 在遇上对的人之前 很多人都经历过一些黯然伤神的过去 也正是因为经历 今天的自己才会越来越成熟 越来越坚定 真心爱你的人不会强迫你吐露感情经历 你愿意说 他就默默地听 用更多的爱来心疼你一个人走过的那些日子 虚情假意的人才会把你的感情经历当成武器 到你犯错时就用来伤害你 他们只想找一个省心省失的傻白天打发时间 并不想找个好女人共度余生 二 在乎你对他付出多少 网上看到这样一个新闻 一名48岁的网约车车主和女朋友分手后 要求对方退回曾为他花掉的300多元烫发钱 733元饭钱以及刚买的洗发录 许多网友在下面评论 这么大人了 这么点度量都没有 难怪被分手 我觉得网友说得很好 两个人既然曾是情侣 想必是互相喜欢的 那么付出也是相互的 我觉得只要爱着的时候对得起彼此 分开之后也没有必要去要回礼物 除非是那种很贵重的 虚情假意的人 他们已经习惯了你的付出 却又在背地里暗暗计较 他为你花费多少 想到给你买了几个创可贴 打到价装财力 只要有分歧 就会拿自己的付出当砝码 要挟你包容妥协 一旦他付出的比你多 他的内心就不平衡了 不是想着办法让你给他花钱 就是埋怨你不关心他 事实和你反着来 对他们来说 感情只是一门生意 有利可图就在一起 哪天觉得你没什么价值了 便会抽身而退 再不回头 三 在乎你是否成熟懂事 感情里 每个人都想找一个温柔体贴的另一半 及你所及 想你所想 不离不弃地陪伴在你身边 真正爱你的男人 是一个陪伴者 他不会在意你偶尔耍小性子 闹脾气 也不会嫌弃你做一些不成熟的决定 而因此否定你 嫌你幼稚 你不成熟 他会引导你成长 遇上难事 他会和你一起面对 在他看来 相爱的人在一起的意义 就是彼此扶持 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 不爱你的男人 是一个宣泄者 他总希望你成熟懂事 能试试理解他们 你稍微发几句牢骚 就对你道德绑架 怪你不懂事 不成熟 你不能表达不满 不能有一点负能量 永远要面带微笑 做一个合格的贤妻良母 人非圣贤 没有人生来就懂事温柔 我们都是经历了 许多懵懂冲动的少年时光 才慢慢蜕变成长为今天的自己 两个相爱的人在一起 都是在不断磨合 互相适应后 才懂得包容彼此 把日子过得更好 这种在乎你是否成熟懂事的男人 绝不可能真心爱你 艺术说 余生不长 一定要和舒服的人在一起 和舒服的人在一起 你能够自在地享受你们在一起的每分每秒 相处轻松 舒服自然 若是你眼前这个人 总是对你挑挑简简 在乎这三样东西的话 那么他对你绝不是真心的 早点离开他 去追寻真正属于自己的幸福 张爱玲在《散闻爱》里面说 于千万人之中 遇到你所遇到的人 于千万年之中 时间的无牙的荒野中 没有早一步 没有晚一步 刚巧赶上了 爱情 是人世间最美好的感情 而很多美好的感情 却因为太过美丽 又让人心里拿不准 拿不准那个人是不是真的在乎自己 张德芬说 别为了那些不属于你的观众 却演绎不擅长的人生 同样 也别为了一个不在乎自己的人 浪费自己的感情 那么 如何判断男人是否真心在乎你 通过这三点 也许能帮你看清男人心 一个男人在乎你 总是把你的话当成圣旨 你说通 他不会往昔 关于你的事情 他认真做好 丝毫不敢马虎 他为你做任何事情 都心甘情愿 都觉得是对你更好的机会 并不会觉得很烦躁 或者感觉可有可无 一个心里有你的男人 他的记忆都和你有关 他会记住你吃什么口味的点点 喜欢什么颜色的衣服 对什么味道过敏 喜欢什么类型的花朵 也许有些话 你是无意中说出来的 但是他却记住了 然后给你一个惊喜 只有那些心里没有你的男人 才敷衍你 对你的一切都爱 离不离 甚至觉得好烦 二 包容你的一切 宠着你 人无完人 女人也有臭脾气 但是爱你的男人 会包容你的臭脾气 把你宠爱成一个公主 那些把你当保姆使惯的人 你就别指望有美好的未来了 不管什么事情 总是让一个女人抛头露面 摆明了就是不想为你分担 他爱的是自己 要知道 一个男人包容你 是心疼你过去的伤痛 关心你未来的幸福 担心你现在的情况 当你生病的时候 他恨不得病痛在自己身上 天天陪着你不算 还要哄你开心 也许 他为了你 都学会了熬汤 包粥 当然 包容你的人 会宠爱你 还会用肩膀 为你撑起一片天地 他的胸膛 是最好的依靠 是为你遮风挡雨的 一堵墙壁 三 总是不那么忙 有时间陪你 男人有事业心之后 经常会用忙来 把约会推迟或者取消 当然也有真正忙的时候 但是很多没有心的男人 嘴上跟你说了很忙 下一秒就和朋友去聚餐 或者发推特 在一些群里 与别人聊得很开心 真正爱你的人 就算再忙 也会有给你发消息的一分钟 也会忙里偷闲地去想你 手上的工作一放下来 就是想到你 夜里 你是他梦里的常客 早晨 他第一时间问候你 暖暖地一句早安 让你快了一整天 女人 如果选择一个牵手一声的人 那么就找一个心里油腻的男人 因为心和你在一起 不管走多远 都走不出思念的空间 都不会让人汗心 愿你幸福 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觉得文章还不错的话 欢迎把文章分享出去 您的每一次点赞和转发 都是我们进步的动力 时间很大 让我们在听书阁一起成长 另外听书阁现在开设了一个新栏目 听见您的声音 栏目会在每周三晚上八点 和大家分享一些听众的情感困惑 大家可以在视频下方 发表您的看法和建议 灵言希望大家都能怀着最大的善意 发表言论 如果您想和大家分享您的情感问题 可以发送到我们的邮箱 预设我们可以将您的来信 制作成视频 请放心 我们会对您的个人信息 尽情保密 如果我们采用了您的故事 会在发布的时候回复您 您可以查看大家的评论和建议 世界会因善良而变得更加美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